幼絮一 此夕光絮 物身属世 李天桂 请坐《印光法》诗传 大已哉五心本具之道 妙已哉五心固有之法 祭兆不二 真俗圆融 离念离情 不生无灭 为之为有而不有 不有而有 为之为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 生佛皆有此出 圣凡聚莫能明 泪明静之了无一物 尔赴胡来汉陷 犹太虚之远离诸相 不妨日照云屯 正所谓实际礼地不受一尘 本觉心中原具诸法 乃如来所证之无上局道 亦众生所谜之常住真心 三教圣人 依此心性 各垂教计 广岛群盟 犹是 泥山 泥山之孔子 教义者住 全书原文中凡此类方括号内之简住皆是 教义者家住 觉成名之傲 作修其置评之鬼 诸史直老子 说道德之经 臣长生久世之术 大觉世尊 称法界性 视真如心 眼背臣何觉之道 吏不生不灭之宗 虽浅身 大小不同 视出世间有意 要皆不外及五心本具之礼 以发挥演唱之 谱令寒时 称性起修 及修显性 肖原无之幻望 赴本有之天真 涌出迷途 但登绝岸而后一夜 文昌帝君 于肃世中 心敦五常 供奉三教 自行化他 唯欲止于至善 功高得住 遂得执掌文衡 至科举制度的主考官 孔莫学无知 媚极永结常驻之幸 因作文广训 事武衣时七世之言 妙意无尽 谁策渊源 注解众多 莫愧唐傲 智令上下千古 垂训 受训 皆有遗憾 不能释然 安氏先生 素知德本 成愿再来 博及群书 深入经葬 绝世有民 引为己任 书身辩俗 用事加莫 以其才妙物之学识 取灵山 指佛教 似水 指孔学 知心法 旧帝君随机说法之文 驻斯敏亚俗同观之注 离本于心 辞得其要 征隐事实 去迷云于异地 产阳一旨皆惠日与幸天 使悦者法法头头有所仿效 心心念念有所警惩 直将帝君一片婆心彻底掀翻 河盘拖出 彼千古之上千古之下 垂训受训 西皆是然毫无遗憾 而又悲心无忌 辞愿莫穷 欲使私民推忠树 以赌袍于 西刀兵而向天年 守礼意已序一轮 号令德而圆美色 因著借杀之书 曰万善先资 借银之书 曰玉海回狂 良由世人杀业最多 银业亦犯 已故不丹烦劳 敦敦告诫 又以犯修世善 只获人天之福 福尽堕落 苦读何所底极 乃宗净土经论 采其斗鸡语言 即为一书 名曰西规之旨 朴使富贵贫贱 老幼男女或智或愚 若姿若素 同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窘出轮回 直登不退 谢妄业所感之苦 享五心固有之乐 前三种虽明修行事善 而亦据了生死法 后一种虽明了生死法 而亦须修行事善 至于惠及逆凶 屡系调陈 决疑变难 礼缘慈妙 其振聋发聩之情 有更切予整逆就坟之事 成可以见天地 至鬼神 语意六经 扶持名教 允为善事 第一奇书 与寻常善书不可同日而语 不畏之菩萨成本愿伦 献居士身 说法度生者 无不信也 不会 少读如书 枉之孔梦之心传 掌学佛成 畏物如来之性体 弃今年临之命 见等面强 徒有乐善之心 毫无利人之力 欲将此书 堪克留步 无奈 贫无浊追 兼已懒于墓园 因事多年未尝所愿 悉蜀居士李天贵 素聚灵根 度修善行 岂得无上佛法 朝礼普陀明山 与法语禅寺 偶然惠遇 若非溯源有在 何以邂逅如思 乃屈膝问法 寻求出药 于因事以利敦伦常 经修敬业 自利利他 为此为药 若能功行无殿 方可感化同仁 堂所行不符所言 乃奉法 凡以坏法 比试之德不加修 而善不利谦者 非无修德谦善之资 乃无良师亦有以身帅之故也 即赠以此书 令详细批阅 误使己之动作云为 与书之指示 迅悔相弃相合 无少参差 书即可耳 比岁若获至宝 庆幸无矣 发愿刊版 用广流通 又起作序 普告同仁 因不端故漏 略速颠没 其有欲至君 则民 修身其家 教子孙以兮圣贤 勿心性已了生死者 竟熟读而立行之 当不以五言 为谬妄妄也